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毅教授 您好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们好 那么王毅教授 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想要请教您的是 世界气象组织近期发布了团结在科学之中报告 报告警告称 人类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 如果不采取更加雄心勃勃的行动 气候变化的自然和社会经济影响将越来越具破坏性 为什么全球极端天气日益频发呢 实际上刚才您也提到了世界气象组织的报告 这个报告主要是在讨论我们现在的人类的行动 跟要保护的目标和愿景之间的差距太大 特别是为了要实现升温在1.5度之内 那我们现在的行动是远远不够的 甚至说要增加7倍的努力 实际上旧变化本身首先它是一个科学问题 它是由于人类燃烧化石能源所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 所产生的温室效应 那么温室效应导致了全球温度的上升 那么由于升温又带来了一系列地球表面各个圈层的一些变化 比如说海平面上升 冰川融化 这些现象反过头来会影响到我们的粮食生产 能源安全 所以这里头可能带来我们人类的一些生存和发展 产生很大的影响 我们无论是过去人类所通过的联合国丘编化框架公约 一直到京都预定书 然后2015年巴黎协定 以及去年在格拉斯哥通过的格拉斯哥气候协议 实际上是让我们大家必须要采取一个统一的行动 共同的行动 来共同应对气候变化 来减少人类燃烧化石能源造成的二氧化碳以及温氏气体排放 那么这里头应对可能实际上有两方面的工作 一个方面我们叫做减缓 所谓减缓就是你要减少化石能源的消耗或者依赖化石能源 同时你要增加生态系统的碳汇 当然也可以包括一些所谓的CCS了 要把二氧化碳排放出来 温氏气体要埋存起来 那么另外一方面就叫做适应 适应的话就是说 假如说我减缓没到一定程度 地球的地表温度还在上升 那我就要适应这种变化 适应的话 也同样有好多行动来做这个工作 那么在您看来全球气候治理正确的方向应该是什么 中国又在其中为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做出了哪些贡献 实际上中国也做了很多的贡献 我们说的过去无论是在国际层面来推动这些协议的达成 在国内层面也是提出来 从十一五时期我们的有节能减排目标 约束性指标实现 然后到了十二五我们提出来所谓的国家自主贡献 一直到2020年习总书记在第75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提出来中国的碳中和碳达峰的双碳的承诺 所以有力的去推动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 我们现在也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第二个 它有能力一方面帮助跟其他的国家一起来合作 我们来采取一个行动 同时我也可以帮助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一起来实现它的能源保供的问题 其他的应对气候变化以及其他的发展目标 因为作为发展中国家 它的经济增长跟能源增长并没有脱钩 但是我们以更少的能源来支撑我们的经济增长 那么同时我们的可再生能源发展非常迅速 那么过去十年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所有的可再生能源现在装机 已经接近了11亿千瓦 也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新的数据 就是44.8%的所有的电力装机是可再生能源 而且出力的发电大概也将近到了2.5万亿度 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大概接近30%的电力消费 这就说明你一方面是你要更少的能源 另外一方面我要使能源结构转变更多的去依靠这些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 减少我由于能源的增长所带来的危险性域排放 中国驻欧盟使团临时代办王鸿坚近日表示 绿色合作不能在真空中推进 不能一方面搞地缘政治竞争 另一方面又需求气候合作 那么王教授您认为该如何破解这种困境 你说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因为确实应对气候变化 还是说现在碳中和 它是一个系统工程 它是一个涉及到整个经济社会的系统性的变革 我们更多的是要采取不是一个零和的博弈 大家一个共同能够能合作的地方 我们就尽量合作 发达国家这里头更应该做出更加加速自己的行动 那么也要为发达中国家流出更大的发展空间 而不是忽悠我们发展中国家 怎么能够以一个更加可持续的更加非化石能源的增长 来促进我们减少二氓氓排放 同时提高它的整个适应能力 弥补我们现在在减排 适应 技术 资金 领导力 各方面的赤字 共同来推进全球的应对气候变化 以及特别是现在 在一个新的地缘环境下面 我们怎么样把安全气候保护增长统筹起来 这很重要 新冠疫情 以及整个通货膨胀 这些很多非经济的 非气候的因素 跟整个气候问题要交织在一起 怎么更好的去统筹处理这些问题 也需要我们做更多的研究 去采取更多的行动 去一起来完成我们这些目标的协同工作 合作跟竞争是不可避免的 特别是在技术领域 这个竞争也是存在 我们要通过竞争来促进创新 通过竞争来降低我们的成本 但是我们必须仍然要说 在整个竞争跟合作过程当中 合作是逐流 气候变化是超越国家 超越意识形态的全球性挑战 但近年来各被国家在国际合作中 表现出气候单边主义倾向 对国际气候条约合则用不合则器 给全球气候治理合作带来严重阻碍 该如何克服气候单边主义倾向 促进开展务实的合作和行动呢 关于气候单边主义 我理解可能有两个方向重要的倾向 一个就是说不合作 不相信气候变化事实 就像包括我们美国原来特朗普政府 他退出了巴黎协定 这样的话他就采取了一个不合作的态度 那么他的退出影响了全球的合作和应对气候变化进程 那么第二种倾向呢 我们叫做不尊重现在的多边的规则 但是呢很多人包括很多发达国家 他要求你紧实谈 单纯的说你要提高目标 对吧你要这个有更有雄心 你要要更有力度 但是呢他忽视了什么 那我我的路径是什么 对吧我的替代方案是什么 我们同意应该更多的去利用可贷生能源 但是你需要一个公正的转型 你要是一个安全的平稳的转型 经过这一年来我们可以看到 欧洲也经历了很多的这个包括一些能源紧张 我们发现就是我们仍然需要一个更好的路径 更明确的这个来替代方案来做这些工作 我们应该要防止这个我们的单边主义 应该走个多边主义的这个基本的路径 我们坚持多边主义 那么与此同时我觉得还要更多的加强交流和沟通 通过这种沟通交流能够增进事宜 同时呢我觉得对于中国来讲 一定要坚定的这个方向 要保持力度 所以这一方面也是很重要 那当然这我们涉及到另外一方面 更好的去国际传播来讲好中国的故事 能够跟其他国家一起来分享双碳的这个实践 那么它的最佳的经验是什么 它包括我们现在的一些技术 而更好的特别是要帮助发展的国家 来实现他们的绿色低碳转型和克制发展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是维护全球气候治理公平正义的基石 但当前一些发达国家 却通过建立碳边境调节机制等方式 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排放责任 转嫁减排成本 试图无形中消解这一基石 王教授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首先我们第一个应该是正确的认识 就是它什么叫做碳边界调节机制 要了解它的含义 因为这个政策本身在欧盟 它也在不断的发展 因为它是整个欧盟 从过去提出来欧洲绿色新政 然后之后2021年更新 叫Fit for 55 就是要使它的所有的温室气体排放 要比1990年要减少15% 它有一套更新 它是一揽子 政策声称我们没有破坏WTO规则 它所说的不违反WTO规则 包括贸易边境化的这些规则 我觉得是有一个问号的 特别是在通货膨胀下面 能源价格高涨 它的很多政策环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这需要我们有更多的综合的研判和综合的应对 除此之外 其实我觉得这里头最核心的就是 我们怎么能够加速我们的转型 中国现在在可代人能源的设备制造 你在动力电池 包括电动汽车 也有很多的优势 我们坚持我们的方向 能够实现我们的系统性的变革 我们说转型是个核心 我要把整个经济体系 我要把我的能源结构 我要把生产生活方式 包括贸易方式 都要向绿色低碳这方面转变 假如你要比它要转得更快的话 我觉得就可以化解它这个相关的政策 那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第27次地月方大会 也就是COP27 竟然在埃及举行 当前全球气候治理正受到全球疫情 经济低迷 能源和粮食危机 以及一些国家气候政策回摆等多重挑战 在此种背景下 中方如何保持定力 推动气候多边进程持续取得进展 我想这一点 最近谢特使也说了好几次 COP27首先是一个落实和行动的一个大会 因为COP26 它实际上是把巴黎协定的所有的实施细则 基本上就谈判完了 所以通过Glaska-Chill协议能够体现出来 我们要把Glaska-Chill协议 它所有规定的条款都要落实下来 我想这里头 特别是其中我们现在有一些重要的缺口 比如说适应问题 比如说资金问题 我们谈了十几年 发达国家的1000亿也没有解决 比如说损失损害问题等等这些问题 我觉得要把它进一步的去落实推动 而不是说要提高力度 我刚才我说的 不断的要求你更加雄心 所以这个在雄心的目标之间 跟务实行动当中必须要保持一个平衡 第二方面我们可能确实也存在了 刚才你说的有通货膨胀 能源安全 特别对粮食安全 特别对发展中国家 短期的这种回摆 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我们在这种恢复的过程当中 必须要考虑 我要构建一个未来的格局 未来是碳中和的格局 未来是一个整个经济社会 全面力所转型的格局 我们怎么能够在巴黎协议的基础上 一个自下而上的基础上 一方面我要更好地去应对 现有的一些短期的问题 同时找到一个更好的转型的路径 因为我们现在刚才最开始 我们提到有差距 有的差距怎么去弥补这个差距 需要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 才可能是把这差距弥补下来 并且减少我们可能出现的风险和危机 好的 那么非常感谢王毅教授的解读 各位观众 本期中国焦点面对面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